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茅台股价上涨 因中国白酒制造商提高了价格 经过试验和验证 但基础设施之初是否仍然适合中国 美国众议院小组寻求禁止联邦购买中国无人机 中国房地产行业贷款有记录以来首次收缩 香港的美食和饮品折扣再次推出 葡萄酒节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恒大提议债权人将债务与上市单位的股权进行交换 消息人士 请大家收看 经过试验和验证 但基础设施之初是否仍然适合中国 南华早报 中国不断增长的地方政府债务负担 引发了人们对其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可持续性的担忧 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危机 被列为最近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的两大风险之一 尽管北京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发行政府债券来支持重建工作 但专家们认为 这些措施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 中国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由地方政府承担 他们对这些项目的短期增长依赖 并没有转化为经济的长期前景 高债务水平也影响了固定资产投资和制造业 人们越来越担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LGFB 借债偿还未偿债务导致新项目的资金有限 专家们认为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借款 应该重组为20到30年的长期债务 而不是典型的5到10年 美国众议院小组寻求禁止联邦购买中国无人机 金融时报 众议院中国委员会将在本周提出立法 禁止美国政府采购中国无人机 此举旨旨在支持参议院的努力 而这些努力一直受到游说的阻挠 这项法案将由共和党人麦克 加拉格尔和民主党人拉贾 克里希纳穆尔蒂提出 旨在防止中国技术被用于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方式 这将影响总部位于深圳的大疆创新 这是全球最大的商用无人机制造商 以及Otel 后者在美国商用无人机市场占有7.8%的份额 中国房地产行业贷款有记录以来首次收缩 彭博社 中国为偿还房地产贷款有记录以来首次按年下降 表明尽管官方保证会稳定下降 但该行业仍面临压力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周三的一份声明 截至9月底 房地产行业的未偿贷款额与去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1000亿元人民币149亿美元 至53.19万亿元人民币7.3万亿美元 这是自2005年以来数据首次同比下降 尽管有所下降 但中国人民银行在声明中表示 房地产贷款的整体放缓已经稳定下来 并补充说 截至9月底的下降速度与8月份持平 香港的美食和饮品折扣再次推出 葡萄酒节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南华早报 香港的美酒佳肴节吸引了14万名游客 设有300多个摊位 这个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节日 是该是自重新开放边境以来的首个大型活动之一 在这个节日的成功基础上 该局与400家餐厅和酒吧合作 推出了一个名为香港美酒佳肴品味城市的后续活动 该活动提供通行证 消费者可以用8个代币在60家参与的酒吧购买鸡尾酒 并在250多家餐厅享受套餐折扣 此外还将向入境游客发放100港元的用餐券100万份 以鼓励消费和促进经济增长 恒大提议债权人将债务与上市单位的股权进行交换 消息人士 南华早报 中国恒大集团正提出一项新的债务重组计划 针对海外债券持有人 计划是将他们的债务与开发商旗下的两家香港上市子公司的股权进行交换 持有约190亿美元债务的债券持有人 如果同一新的条款可能会面临巨额投资损失 这项提议对于恒大的生存至关重要 因为该公司必须在12月4日的清算听证会前制定一个具体的债务重组计划 今年 该子公司的股价已下跌超过80% 茅台股价上涨 因中国白酒制造商提高了价格 金融时报 贵州茅台股票上涨了6% 这是中国最有价值的企业之一 也是白酒领域的领先生产商 此前该公司6年来首次提高了经销商价格 该公司现在的市值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和2900亿美元 将旗舰产品的价格提高了20%至1169元人民币 这一举措被视为对中国陷入困境的股市的积极消息 该股市受到糟糕的经济数据和与美国关系恶化的打击 这一价格上涨可能会导致2024年利润增长显著增加 据路透社报道 恒大据称已提出新的债务计划 彭博社 据消息人士称 中国恒大集团正为离岸债券持有人提出一项新的债务重组计划 该计划涉及将债务与公司旗下两家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的约30%股权进行交换 恒大的法律代表提到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和恒大物业服务集团的股票将在未来的债务重组尝试中使用 上个月该开发商令债权人震惊的是 他表示将重新评估其离岸债务重组计划 因为无法满足中国发行新债券的要求 中国的新经济领导人面临着模仿他的前任所面临的挑战 路透社中国新任副总理何立峰正在成为习近平主席最有权势的盟友之一 但根据一些消息来源 他在金融市场和外交界尚未获得与前任相同的地位 他被认为将成为中国最高级别的金融监管机构 中央金融委员会的负责人 该机构旨在加强党对中国61万亿美元金融行业的控制 他还负责应对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和房地产行业的下滑 这两个危机威胁着中国的长期增长潜力 据报道 中国订单被取消后 英伟达股价下跌 南华早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由于美国政府的新限制措施 英伟达的股价下跌了5% 跌至5个月来的最低点 该公司可能不得不取消 价值高达50亿美元的先进芯片订单交付给中国 上周 这家人工智能巨头被告知 其计划明年交付给中国主要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芯片订单 受到美国商务部宣布的出口限制的影响 英伟达的股价从8月份的历史高点下跌了近20% 拜登政府最近对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实施了出口限制 以阻止中国获取尖端美国技术 阿里巴巴 JD.com 比亚迪在香港下滑 中国制造业疲软 南华早报 包括阿里巴巴和JD.com在内的中国科技股走弱 因为制造业意外下降 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复苏的担忧 包括许多中国科技股在内的香港恒生指数 仍接近11个月低点 该指数在过去三个月中下跌了约15% 中国官员对金融体系风险上升表示担忧 并可能在未来五年内收紧监管 以防止系统性危机 恒生指数今年下跌了14% 是全球主要股指中表现最差的 澳大利亚总理被迫在中国之行中 帮助释放被拘留的作家 彭博社 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均的儿子们 在一封公开信中敦促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在访问北京期间 为他们的父亲的释放发声 杨恒均已在中国被拘留超过四年 他的儿子们呼吁阿尔巴尼斯 在他们的父亲或是钱 划清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的界限 杨恒均一设嫌间谍活动被拘留 至今未有公开突破 他的家人对他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忧 阿尔巴尼斯表示 他在过去一年中 曾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 讨论过杨恒均的案件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新闻 首先 我们谈谈中国的基础设施之初 对于中国不断增长的地方政府债务负担 人们对其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表示担忧 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危机被列为最近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的两大风险之一 专家们认为尽管北京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 高债务水平也影响了固定资产投资和制造业 人们越来越担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LGFVS借债偿还未偿债务 导致新项目的资金有限 专家们认为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借款应该重组为20到30年的长期债务 而不是典型的5到10年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中医院小组寻求禁止联邦购买中国无人机 这项法案的提出旨在支持参议链的努力 禁止美国政府购买来自中国的无人机 以防止中国技术被用于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方式 这将影响到大疆创新和OTEL等中国无人机制造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贷款收缩 这是自2005年以来的首次表明该行业仍面临压力 尽管有所下降 但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房地产贷款的整体放缓已经稳定下来 在香港 美酒佳肴节吸引了14万名游客 这是该是自重新开放边境以来的首个大型活动之一 在这个节日的成功基础上 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了名为香港美酒佳肴品味城市的后续活动 提供通行证 消费者可以享受酒吧鸡尾酒和餐厅套餐的折扣 中国恒大集团提议债权人 将债务与上市单位的股权进行交换 这个提议对恒大的生存至关重要 因为该公司必须在12月4日的清算听证会前制定一个具体的债务重组计划 茅台股价上涨 因中国白酒制造商提高了价格 这被视为对中国股市的正面消息 并可能导致利润增长 最后 澳大利亚总理被迫在中国之行中帮助释放被拘留的作家 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均已在中国被拘留超过4年 他的家人对他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忧 这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我们一起回顾了中国的基础设施支出 禁止购买中国无人机房地产行业的贷款收缩 香港的美酒佳肴节 恒大提议债权人的债务重组 茅台股价上涨 以及澳大利亚总理的行程 我们也讨论了一些新闻背后的问题和挑战 对于中国的基础设施支出 我们需要思考可持续性和长期前景 对于禁止购买中国无人机 这反映了国家安全和技术竞争的问题 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贷款收缩 我们需要关注金融风险和长期经济发展 对于香港的美酒佳肴节 这是一个重要的活动 可以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 对于恒大提议债权人的债务重组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影响着该公司的生存和未来发展 茅台股价的上涨 对于股市和经济增长来说 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最后 对于澳大利亚总理的行程 这涉及到国家间的政治和人权问题 那么 亲爱的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你们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